大家好 其實 這麼好一點 答應了這次 《列王記上》第三章 第七節 這是所有文的記者 耶穌華我的上帝啊 如今 你夫人皆去我 父親大位作朋友 但我是六童 不知道應當 怎樣出入 不能住在你所 簡顯的機密中 這名多的不可勝訴 所以 求你是給我智慧 可以判斷你的名 能變我爺是非 不然 誰能判斷 這眾多的名呢 我們們因為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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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文的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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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節 一日有兩個季妮 來到王的面前 一個說 我主啊 我和這夫人同住一房 他在房中的時候 我生了一個男孩 我生了孩子後 第三日 這夫人也生了孩子 我們是同住的 除了我們兩人以外 除了我們兩人以外 房中再沒有別人 夜間正不能睡著的時候 壓死了他的孩子 他半夜起來 甚至我睡著 從我旁邊 把我的孩子抱去 放在他的懷裡 將他死的孩子 放在我的懷裡 天亮亮的時候 我起來 要給孩子吃奶 不要 孩子死的 以集至天亮 我細細的查看 不是我所生的孩子 那夫人說 不然 我的孩子是我的 死的孩子是你的 這夫人說 不然 死的孩子是你的 我孩子是我的 就吩咐說 他在王的面前 他們在王的面前 如主爭論 二十三節 王說 這夫人說 這夫人說 佛孩子是我的 死的孩子是你的 那夫人說 不然 死的孩子是你的 我的孩子是我的 就吩咐說 拿到來 人就拿到來 王說 將我的孩子 披成兩半 一半給那夫人 一半給這夫人 我的孩子 母親 為了自己的孩子 心裡著急 就說 求我 求我 將我孩子 給那夫人吧 萬不可殺他 那夫人說 這孩子 不歸我 也不歸你 就把他披了吧 王說 將我的孩子 給這夫人 萬不可殺他 這夫人 實在是 他們 他的母親 以色列眾人 聽見王這樣判斷 就都敬畏他 因為 見他心裡 有上帝的智慧 能以斷探 先見到這 這次 這次 來共產黨 今天 的金句 今天的經句 是真言 二十三章 二十二節 青年 二十三節 二十二節 我們一起來討 第一次來討 立正的立法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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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一 你要聽從生理的父親 你的父親 你的父親 老了 也不可以 承受傷 義兄 我們一起